哈喽 大家好 是鱼野 公里上的塔利奥司机啊 我现在呢 是在我们老家的镇上 向公里请了几天假 回家了 这次主要回来呢 是接我相亲对象 前段时间本来我们约的是15号左右 他来西安玩的 结果因为疫情耽误了一下 这次老家这边解封了 所以呢 昨天晚上回到家 因为昨天核酸结果出来的比较晚 耽误了一下 昨天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直接去到女朋友家里 然后今天早上我带他去又去做了一下核算 现在一切都安装好了 这会儿准备上去接他 我们直接去西安 这次又借到我们领导的车 接他之前我先去趟医院啊 办理一下自己的私事 就是昨天上班的时候 钉子不小心扎到脚了 扎得比较深 我因为赶路啊 没注意管 但是这个右脚呢 现在稍微有些浮肿 而且里面好像有雨血 现在去医院看一下 到了 这是我们正上的医院 其实以前啊 被钉子砸过的次数已经很多了 但是这次要处理一下 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 就害怕发炎 我没来啊 你错了 你没有干啥 没关 我就把钉子拔射 我就走到我家里 我就走了 然后我之前 就拱离上这个木拱 一个钉子 应该砸进去就这么长 那你跟我个人 你可能有什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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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一了 我得最后一切了 你喝了 你往便利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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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的一些药 27块5毛钱 这个没想到这么麻烦 还打那个破伤风 得一个多小时做个实验 我暂时先不打了 时间比较急 我现在去我女朋友去了 看了一些消炎药 明天到西安再打吧 这是我们正常街道 过年的时候就认到那么几天 连工完就没人了 这是为什么我昨天晚上 连夜要赶回去呢 就是因为疫情耽误了一下 叔叔要出去打工了 今天早上走的 所以我就想送一下 因为气候比较低 山上野桃花开了 特别漂亮 白白的 但是那个草还没有绿 谢谢 有啥事跟我打电话 你吃啥不 先生给你卖点啥 我吃 吃饱了 中午其实辣的 我没有吃到 你有些过小的时候 特别 太辣了 我也特别辣了 然后你看后来 我就吃下了点菜 吃了点菜 我吃饱了 不会是吃饱了 我都知道行 这个密发现 即将到达龙线消费站 我吃饱了 我吃饱那么多了 我吃饱了 我的天儿 你不是跟你装处 就吃饱了 宜 你看 感谢观看